是漢德學社委任政執行長 他是劉德的博士 另外一位是胡湘琳理事長 胡湘琳可能稍微休息一下 稍微休息一下 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他再說 在座告一 有過後是我們愛鄉基金會的教授 還有一位工業局 南區工業區管理局的 他現在是高級專業人 也是在經營的伊芳達夫的主義 但我問你你是漢漢師嗎 你是漢漢 是漢漢師 我想今天這個活動 叫做以工民電廠實踐能源製 一人一千瓦的說明會 我想要先說一個全世界的變化 另外這是對全世界的能源變化 一定都比較有關心 全世界 來來來來 波士來來來 來 請請請 來 這個全世界 最近最大的一個變化 就是這個油價 因為過去平均差不多一貨 美金一百塊左右 現在已經落到差不多五十塊六十塊 現在兩千塊十五年 今年 到底這個油的價格 是因為是這樣 還是會更加 還是可能會有到原來的一百塊的美金 是因為現在大家看得到四十 因為這 介紹到幾個 真正的事情 就是說 全世界 因為這個 美國的這個 夜油原的技術發展 所以美國這個 夜油原的現在這個 身份已經降到差不多六七十塊 所以這個 全世界的這個 油價 可能比 就是 未來大概一年來 要去價至一百塊的這個 可能性 大家都看得到 當然這個 影響到 說 跟蘇聯 在伊朗 過去 跟美國沒有優先 那就是 客家的 醬油 好幾個國家 那麼他們在未來 一年來都面對一個很大的 空間 尤其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大家在看 如果 崩潰之後 這個 蘇聯 跟黨一年了 蘇聯 在未來一年 也有經濟 是不是 很大的衝擊 是不是 最好會跟 歐盟 跟美國 特約 可以 以烏克蘭的事情 做特要 還有一個民主 不然 25年全世界最大的 一個 蘇聯 經濟的 崩潰 這是一個 赤裸裸的科研 但是 在這個中間裡面 全世界 今年 2015年 也有一個 很大的 科研的變化 溫室氣體 溫室氣體 CO2的管制 2015年 是不是 有一個很大的 不破性的 這個 結論 結論 就是說 全世界 是不是在未來 要統一管控 每一個國家 它的CO2 二氧化碳 排放標準 2015年 是不是 達到 這個 有一個 全球性的 一個 排放的規範 這個 可能性 到 目前為止 就是說 全世界 就是說 2015年的 巴黎和約 巴黎和約 達成 這個 強制性的規範 我想 這是一個 比較大的 世界的局勢 因為 這跟今天的主題 很有關 這個 會提升 這個 可能性的原因 就是說 因為過去 反對說 全世界的管制 二氧化碳CO2 管制 要強制規定 你的排放標準 要做規範的 最次反對 兩個國家 就是 美國和中國 美國和中國 美國 主要的態度 就是說 中國 如果沒有一次 關注 它沒有要簽 過去 美國的立場 中國 這是全世界最大的 污染排放國 它的排放的CO2 流域 已經超過美國 和歐盟加起來 那麼多 它是一個 全世界最龐大的CO2 排放的國家 那它排放的總量 就是 歐盟 跟美國加起來 那麼多 所以 美國這個 建築 開始一直 這幾個建築 我們最近 有一些很大的動畫 中國的立場 中國的立場 就是 以前的CO2 都在歐洲 美國的國家 那些 過去都你們排放的 你們去排放 那幾百年了 所以 你們是要負最大的 建築 所以他苦轉 但是 中國在 過去這幾年 很嚴重的 陰霧的問題 就是 它的所謂陰霧 它的北風 那麼 空氣壞 到 對它的 人體健康 造成很嚴重的 威嚇 所以中國 面對著 很實際的 空氣物降 對人的健康問題 造成很嚴重的 相對 變成全世界有名 霧霧在中國 變成世界 獨有的現象 而且 霧霧的問題 一直在更大 所以 中國在現實的 國民的健康 壓力之下 那麼 在去年 APEC 特性 一個 歷史性的特化 就是 歐巴馬 到 北京 跟 習近平 特性 一個 美國 跟中國 特性 對CO2 排放的 一個 歷史性的 一個協議 這個協議 就是 美國 中國 大運 到2000空 20年 CO2的排放量 會到歷史高點 之後 開始減少 就是說 它有性 所以 整個全世界 CO2的減量 因為 兩個 最大的國家 已經處得共生 所以 在這個基礎之下 那麼 在今年的秘魯的會堂 它 本來有消化一些性格 所以 全世界 如果 2015年 全世界 環境 跟能源 最大的 重要的 事件 就是 巴黎 合約在 氣候變遷 裡面 占對CO2的管制 來生 歷史上的一個共識 過去 一九九八年 在京都會議 是跟 針對OECD的國家 OECD 20幾個國家 但是到 巴黎 2015年的巴黎會堂 很有可能就是 世界性 大家都要簽 所以 整個 全世界 管制 CO2排放 會變成一個 世界性的議題 那 這個管制 雖然台灣 目前不是 氣候變遷 的國家 會員工 我們看到 台灣 逃不了 這個約束 逃不了這個約束 所以 要怎麼去 減少CO2排放量 其中的 能源 無論是 發電池 發電廠 發電池 最大的 能源汙染 CO2的汙染 所以 這個部分 應該 2015年 是一個決定性的 決定 目前 全世界 在推動 綠色能源的成本 已經比過期 更多了 台灣是全世界 第二次大的 太陽能的 晶片的 製造的國家 我們是第二次 最大的 是中國 但是台灣 使用的比例 是落後 全世界 表示很多 對嗎 我們只能借 做太陽能 要買人賺錢 但是 我們自己 不買 所以全世界 對台灣的印象 很快 全世界對台灣的印象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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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 最近的 太陽能 炭 炭太陽能 晶片的錢 但是 你們自己都沒有要爭 你們爭的比例 比全世界的比例 比較低 所以 台灣 在國際上外高 不是政治上方 看不去而已 我們在這個 旅行 全世界 修徒減量的 這個 大的 這個 地球的階段 也看不去 說你們這個國家 只會 投機其巧 只會得到好處 完全沒有要付出 你買那個 都是我們其他國家 現在的中國政府 保抄 美國 你買美國 我們美國政府也有保抄 美國政府 保抄 美國政府 美國政府 美政客人 兩個人都保抄 全世界 這些太陽能使用很多國家 政府都出錢 去 勾勒這些 所謂的太陽能發電廠 所以在其他國家 他買你的是比較稍微不行 但是他覺得 你這個國家 使用率那麼低 不公不義 所以這是在全世界 尤其全世界最重要 推動力量 最重要的一個 就是歐盟 歐盟的國家都看不去台灣 看不起台灣 所以這是一個 很大的課題 所以這個課題後 將來發現 一旦全世界 2015年 有一個歷史性的里程碑 就是科碳稅 科碳稅 是在2015年 不是跟全世界的CO2 這個排放標準 這一點而已 帶進去科碳稅 再把科碳稅下去 那麼台灣的 經濟的經濟的專民受到影響了 所以我想這是我們看說 很多人說 現在油價落到這樣 這力量沒有尖度 其實 剛好 很多國家 都說油漏這麼多 這力量才有精準的空間 其實很多國家 在這個時候說 油漏比較多的時候 油漏比較多 政府在這裡投資 譬如說 美國家利用這個時候 中國 油漏比較多 但是它對電動車的補助 不僅 電動還要淨 為了要解決它的物碼問題 它在這個電動車這方面的 機器 所謂的無污染的這種電動車的機器 電動比過去 倒數更多 倒數更多 這就是一個全世界在未來 能源有限 只有油漏的一家 那麼這些永續能源發展的策略 將來內 那麼這個三億 綠能產業會是一個全世界未來 永續發展的核心產業 就是說 油漏越來越少 油漏越來越貴的時候 那麼全世界 你的經濟發展的核心產業 就是這個綠色產業 你這個綠色產業 如果像台灣這樣 以後我們這個綠色產業 差不多 我們都輸大力輸延延 我們都輸它輸很多 我們在利用 我們在技術各方面 我們的產業很多 我們這個三億的監督 差不多以後 變成我們要仰賴他們 所以我相信 這就是我們覺得說 台灣在過去這十多年來 其實這個綠色科技的核心 怕得太慢 以及我們在全世界 包括第三世界的國家 我們是落後於全世界的標準很多 所以我們今天就藉這個機會 來辦這個 愛香文家基金會 對這個綠色科技產業 覺得這是未來台灣 應該走的一條路 還是台灣的三億的一個 一個希望 也是年輕人 未來要將屬的 行業的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所以特別邀請 這個漢德學聖 胡香玲 博士和委任聖博士 他們兩位 來跟大家分享 他們現在在推動的這個 價位 就是這個協力 一遍到一千萬 這可能是在 當他們漢德學聖 現在主要在推動的這個價位 這個價位是一個漢德學聖 大家可能沒聽過 等一下 這個 委任聖你會說嗎 委任聖來跟大家報告 他們的利名叫做 HAND 就是 用手上人做給老冬 所以做給老冬才來得到東西 所以叫漢德 所以這是他們學社政府的一個地方 很感謝大家 今天半時間來做回來 分享這段說明會 謝謝德香